根据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17号公布的数据 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2024上半年落实投资金额约13.2亿澳门元 约合人民币11.9亿 已超过2023年全年水平 反映了投资者对澳门营商环境及发展前景的信心 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表示 今年上半年招商投资促进局设立的投资者一站式服务 共收到199个新投资计划 完成跟进153个投资计划 在中央有关汇澳措施的助力之下 我们跟大湾区的远印联通越来越便利 大湾区的企业也看到了这种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便利流通 所以说对我们澳门的市场的发展非常有信心 在完成跟进的投资项目中 涉及会展商贸和文化体育 大健康 高新技术等重点产业的项目有66个 占比超过四成 为澳门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新动能 招商投资促进局表示 下半年将加强区域合作 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重点的区域除了大湾区以外 我们还会走返其他内地城市 以及普与国家 助力他们的项目的洛湖澳门 助力澳门经济的十度多元发展